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苏史莹 今天要跟这个台湾中央大学教授 曾建源先生 一起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时事 来 曾教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苏大姐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 有一个台湾女孩子 最近在美国哈佛大学表现杰出 这一场抗议惊动全世界 大家都看到台湾女孩吴婷华 是怎么样呢 因为在中国驻美国的大使谢峰 他到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居然知识的殿堂 居然会请一个中共的大使去演讲 可见这个也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 去演讲的时候 场面上就有三个人出来抗议 其中一个就是台湾的移民第二代吴婷华 那这个小女生表现杰出 她就在这个现场 拿这个告示板 就是抗议 抗议这个中共 她说这个中国 她这个根本line 就是在撒谎 很多中国讲的话 根本都是撒谎 说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根本完全是撒谎 那同时她讲说这个 这个对这个 根本就是蔑视人权 那当然在场的还有抗议的 这个西藏的代表等等 也有几个 那当后来这个吴婷华本人是被这个一个小粉红给拖出去了 但是这件事情惊动了全世界 那大家就后来大家发现 吴婷华居然是台湾这个 他的曾祖父 那这个斯江南居然是台湾 228事变的政治受害者 那我们就来请这个 曾月元曾教授来帮我们分析跟解读这个新闻事件 来曾教授 好 各位听众朋友 那这次在哈佛大学 那么发生台湾学生跟西藏学生抗议 中国中美大使谢峰的这个事件 那当然这个画面 现在传遍了全球 我也收到 我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 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询问跟反应 那显然就是说 这个在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谢峰大使 他们认为 就是遭到这个台湾或西藏的学生 抗议这个画面 的确多少让他们感到难堪 所以他们就怀疑 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 什么样的政治上的一种预谋 然后什么组织的串联 就是要让就是这个反华势力 那么这个在缴获这个中美关系 我就收到一些未来自中国大陆朋友 这方面的询问 那我们先谈一下那个吴婷化 这个吴婷化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个画面上 他的基本上英语是他的母语 因为他这个已经移民 移民第二代 第二代 所以他 他也曾经 他真的很优秀 他这个哈佛大学 他本来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新闻资料 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经济系 那么俯修这个政府学系 但他本来是医学系 转系 来念这个社会人文 这个科学 那他们家的基因很强 都很聪明 都是那个女生 他们家的这个家族 这个不论是父亲 还是母亲 这边呢 大部分都是医生 然后呢 大部分都是哈佛大学毕业 那么这个 所以那个的确是非常优秀 那我们看那个吴婷化 他在高中的时候 就曾经写书 写过有关于他的外征祖父 《诗江南医生》的传记 那这个书呢 这个也有中文版 在台湾出版 这很令人惊讶 是当时一位高中生 这个出版的 出版研究的专注 其实这个非常不容易 因为《诗江南》的 当然他们从家族的角度来讲 可以有很多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些故事 可以 这个他们 比较有办法 把它这个收集跟记录 可是呢 《诗江南》呢 有设计到非常多的这个政府的档案 文献资料 那这些都是中文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吴婷化 虽然这个 他在美国长大 可他使用这些文献资料呢 当时他一个高中生来讲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哪怕是现在的他了 那是个大学生而已 是 现在大学生能够写 还有感 对历史文 这个考证后的一个专书啊 那那那很不容易 写篇文章就很难了 那写本专书 是 所以的确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一个台湾的女孩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 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那个《诗江南》医生 那《诗江南》 他是这个台湾呢 在日本时代呢 第二位医学博士 第一位医学博士呢 叫杜聪明 杜聪明曾经代理过台大的校长 那么后来 创办了高雄医学大学 那我杜聪明的儿子呢 跟我爸爸是台大同学 所以我 我对杜聪明家族啊 有点认识 那这个第二位 台湾人在日本时代拿到这个 医学博士的就是这个《诗江南》 就是《诗江南》 就是无题化的外征祖父 那当然他们都是 都是这个 台湾著名的蒋卫水 蒋卫水医生的这个学弟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呢 台湾人 日本人是鼓励啊 台湾人去念这个医学或公共卫生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台湾 在清朝的时候啊 这个公共卫生的条件比较差 所以日本人在台湾啊 这个以卫战争的时候呢 大部分是病死 不是战死 所以日本就要积极的改善 台湾的这个公卫的条件 还有这个医学的条件 所以呢 就鼓励 就是首先呢 在台湾设立的学校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现在台湾 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啊 就是台这个台湾的医学校 所以那个 当时一流的 接受现代 这个教育的 这个台湾人的 台湾子弟呢 大部分都是念医学院 是这样来的 所以那个 当然日本人也不 也不喜欢台湾人去念法律啊 念政治啊 因为这念多了 不去挑战 这个日本的 对台湾的这个殖民人统治 但是我们也 我们也看到就是像 蒋渭水啊 等等 杜崇敏啊 这些 他们 凭着他们的这个 才智啊 禀赋啊 虽然是念医学 可他们对于那个 台湾的历史 台湾当时的政治的这些状况呢 他们也阅读了大量文献 然后呢 也非常积极入室 去关心啊 这个 当时台湾跟 中日关系啊 或者整个世界的局势 所以呢 这个像 我们举例来讲像杜聪明 杜聪明当时 他在台大医学院读书 日本时代 台北地区大学 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呢 他曾经啊 跟同学呢 到北京去呢 要干嘛呢 他们 他们那个 制作的那个 这个细菌呢 想要去毒杀 那个游士凯 他们对游士凯 称地非常不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台大的这个医学院的这学生呢 风气很盛啊 是 对 那斯嘉呢 也是在这种环境之下 他这个台湾 培养出来子弟 那后来他是到 他跟那个杜聪明一样 都到日本 京都大学的医学院 去深造 然后呢 他们两个先后 都拿到了这个医学博士 那 回到台湾以后呢 这个杜聪明 他就 在这个大学任教 那斯嘉呢 也在大学任教 那 可是那个 他另外 因为斯嘉南 他的 他的小孩比较多了 那时候 他这个学校里的这个薪水啊 也很难 让他维持佳绩 所以后来呢 他就在 台北圆环啊 附近啊 这个天水路这个地方啊 他 就改了自己的 创办的自己的医院 叫做 四方医院 那这个 斯嘉南的 他的兄弟啊 每个都是医生啊 所以 四方医院呢 在 台湾各地呢 他那个 他的兄 这四江的兄弟叫 他 他有五个兄弟啊 那 就是 四江 东 四江 东西南北中啊 四江南 东 四江 四江西 四江南 四江北 这个最后的弟弟呢 叫四江中 那 那个 都是 都是医生 那 那个最小弟弟是 比较早过世 所以可以看到说 他这个在日本时代这个家族是非常优秀 所以呢 四江南呢 也在台北呢 他一生 又是医学院的这个老师 所以受到这个台湾社会啊 台北 这个社 这个民众啊 的一种尊重 所以后来呢 啊 这个 这个 蒋卫水当时带起来就是台湾的 呃 这个议会请问运动 所以让 日本人同意呢 在台湾实施这个地方自治啊 嗯 但是有限度啊 让台湾人可以选举啊 这个议员 所以呢 四江南呢 他后来就去竞选台北市 台北市会日本时代啊 就相当于台北市议会的议员啊 所以他是呃 在日本时代呢 就就有从政的这个资历啊 所以可以说是这个呃 当时台湾非常重要的呃 呃 士绅呃啊 也是意见领教政治领袖啊 呃 我们给给呃 呃 观众朋友看一个画面啊 呃 这个现在画面呈现的是啊 就是四江南啊 你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左叶啊 这个中间这地方啊 四江南呢 他被列为啊 啊 阴谋叛乱啊 的手范啊 那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呃 上面我名单看到这些人民呢 通通被秘裁掉 什么叫秘裁呢 就是这个不经过呃 不经过审判 直接呢 由这个呃 呃 情侦单位特工人员啊 呃 透过这个呃 呃 动令啊 就可以直接把他们杀掉 呃 那当然就是说 呃 这个当然呃 呃 呃 我们现在现在这个呃 在白色恐怖时期呢 也有也有这样的状况啊 所以他这个是228 228的受难 他并不是白色恐怖哈 他是228 因为是台湾 对228 对 很多台湾医生都是在那时候就这样子被杀了 嗯 对 被枪杀 他为什么被杀呢 为什么被杀呢 其理由就是一个 因为他是台湾的士生 精英 对 是 政治精英 政治领袖 啊 那你说那个施迦呢 有有有叛乱要去 呃 搞台独吗 其实那时候的人没有这种观念啊 但是他们对于那个陈宜啊 在台湾啊 这个施政啊 倒行逆施啊 这个问题呢 他们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 陈宜呢 为了要 杀人灭口 所以呢 就下令呢 啊 这个让军统啊 啊 啊 宪兵团啊 宪兵团呢 啊 去执行这个秘财的行动 那他当然也有把这个秘财的这个名单呢 报到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啊 是当然 给那个蒋 蒋中正主席啊 啊 那他 这个他的说法就是说 这些都是这个啊 啊 一谋叛乱 那么在最早呢 呢 陈宜给那个南京的公文上 电文上是说 啊 台湾发生匪乱 啊 匪啊 那 我们知道这匪呢 是 我们指土匪啊 啊 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的用语呢 他可能也指共匪啊 就是中共啊 但当时那个二十八的时候 二十八发生的前一天呢 这个 国民革命军呢 才打进延安 打进延安 就胡宗兰的部队啊 才去操了延安 那 那毛泽东很厉害啊 他就 玩了一出 这个空城记 对吧 延安让出来 那解放军呢 就就就就疏散啊 所以呢 胡宗兰以为他占领了这个延安 等到军队撤 就是这个撤出以后呢 那毛泽东 毛泽东他们又卷土重来 所以就是那个二十八就是发生的时候呢 就是国军呢 正在 在搅共 所以当那个陈怡呢 这个公文的暗示 他没有讲很清楚 到底是土匪还是共匪 但是呢 我看这个公文非常容易让南京 国民政府方面 非常的紧张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才刚光复嘛 那照理讲 在日本日据时代呢 日本政府也是反共的 不太可能说 这个中共呢 在台湾啊 已经发展出这个组织 还可以出来作乱 所以呢 这个事情当然让那个南京非常紧张 那陈怡呢 就假传圣旨 说实在是这样子 那那个 所以就 就等到那个国军呢 枕边第二十一时登陆的时候呢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呢 就把这些可能 这台湾的这些世线领袖 或者是媒体 或者是这个名义代表 统统啊 统统一往大进 我有一个 同学 他爸爸 他也是这样子就被枪毙了 那然后他其实 他们都说他是什么 什么参加这个 共产党 其实他们那时候 根本只是一个 说说而已 根本没有什么行动 他那时候 纯粹就是 台湾在也是走过这种 威权 然后这种迫害的 所以常常有时候啊 你说我们一些这个中国背景的朋友 虽然他们反共 但他们不了解 就说台湾其实也是从这种威权 专制的体制之下走出来的 曾经也是有这样子的伤痛过 是 因为那个 因为我本身也是政治受难者后代 我爸爸当时也是参加共产党 我爸当时是台大的学生 那他们的法学院一堆啊就参加共产党 那老师也是啊 算医学院 这个有名的老师啊 许强啊 等等 他们也是被强毙掉 那为什么他们当时会参加共产党呢 因为当时共产党 说在宣传的很厉害了 共产党讲说这个新民族主义啊 联合政府啊 这个的确啊 在当时中国并没有个正常的一个 民主政治发展的环境 所以很多台湾人以为共产党 说是一般的反对党 就好像后来看待民进党一样 他就是一个反对党 对 可以制衡这个执政党 就从这个观念出发的 所以很多人就参加了共产党 对 常常看到有一些这个 怎么讲 比较反民进党的一些朋友啊 他们就会讲 他就说 为什么如果那时候留下这些人 不把他们枪毙 那这些不是共产党就来了吗 我说这个巴士还没一撇 他们离那个能够 没有错 对 根本差的太远了 这个就是一个借口 但是就会造成台湾的 之间的有一些分裂 然后就开始用这个地来 板击台派的势力 台派就一直延续这个两奖时代 对台湾这个本土这个的打压 就会造成这样的误解 所以真的是 对这个是 对啊 对 尤其我觉得这个无听话事件 刚好也把这个问题摊在 让国际社会也看看 他就是这样子 台湾曾经有过这样 所以也不要对台湾认为说 台湾的这个民主啊 生来就是这样 不是 台湾也走过这一段的 是 像这个无听话 那个 类似的 就是他们当时这些士生 或者他们的后代 其实很多人 他如果后来继续 从政 或者是关怀这个公共事务 的确在白色恐怖的初期 很多是 思想是左倾的 因为共产党 见过以后 那个 那个 那个马脚 或狐狸尾巴 还没露出来 那所以呢 这个 很多人对共产党是 有错误的幻想 的确是错误幻想 我们现在回过来看 不过那是理想主义 对 那时候只是一个理想主义 离行动跟那个 叛乱革命 连行动都没有 只是嘴巴讲一讲而已 只是一个 当然也有 对 也有具体行动的 比如说像我爸爸 那个比较年轻的 这些学生 他们真的是具体行动 可是呢 这个 他们的观念 其实是和那个 共产党 毛泽东那一套 是差别很大 都是那个 就是 的确是说台湾人 当时对整个中国的政治 不了解 所以为什么 就是像 像吴婷化 他们家族 他们 像 西江南的这个后代 其实 基本上 大部分都移民到美国去 然后非常害怕 在台湾这种环境 因为他们 在白色恐怖的时期 都长期会受到那个监控 是 那他们又是这么有名的 这个家族 像我爸爸 我们这种小人物 就是被监控到戒严 到解严了 那 那 可以知道就是说 像他们这种同面人物啊 他们在家族在 面对社会的 整种政治环境 这种压力多大 他们也很争气 就是都出国 在国内呢 像 西江南的女儿 她都是生女儿嘛 五个女儿 都是念台大医学院了 那只有一位 那很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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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医学系 那我想说 怎么那么优秀呢 你不是有一些画面 画面可以让大家看看 那个吴婷画 我们在 是 我们看看那个吴婷画 这个 对 你这个 先把这个画面 很优秀 先把这个 撤掉 对对对 好 你把它放大 中国驻美大使 谢峰在哈佛大学 严调到一半 台下学生突然举起 布条大声抗议 见其他学生愣住 谢峰也装没事 继续讲 You from the Hong Kongers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devastated their democracy 不顾中国学联主席 强大出场 女学生边喊边回头 而这名学生身份曝光 他其实是台湾狼 今年二十五岁的台 一美籍生吴婷画 吴婷画是哈佛大三生 主修政府与经济学 明明在夏威夷出生长大 对台湾士却比谁都关心 不只每年都会回台 吃吃台湾美食 他的曾祖父 还是二二八受难者 施江南医师 吴婷画更为了阿祖出版 施江南传记 了解到台湾威权 历史以及自由民主的 得来不依后 他认为身为台湾人 应该勇于站出来 好谢谢 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情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台湾女生 对 真的看了也是 很有很感动 也很多感触 我们的台湾的这些 在海外的年轻人 毕竟这个民主自由的追求 那真的是散步到国际上 而且借着这一次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 可以凸显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吴婷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吴婷画 他的确是一个 中共所讲的 他是一个反华 组织 势力 为什么呢 他在阿佛 那个地方组织了 这个 反对中共的学生联盟 所以当中里面有西藏学生 有威吾尔等等 或者是那个反共的中国的学生 所以他其实是这个 的确是冲着这个中共来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是一个 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电子集权的国家 然后压迫那么多的这个民主 包括我们台湾 还有香港 对 他也抗议 香港 对 是 对 所以他在那个场合 去表达 用这种抗议的方式来 当然是 让这个中国大使非常难堪 所以旁边呢 是那个 哈佛的中国学生会的 这个会长 就 就把那个 吴婷画架 出去了 那个是 还蛮有名的 小粉红 当然也非常优秀 也是哈佛大学 他的这个同学 对 那所以我 这个当中 我就说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有大陆的朋友 也是大学老师 他就问我 我说 这个为什么要在 他们为什么要抗议 那个中国的大使 在哈佛大学这样的场合合适吗 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怎么回答呢 我告诉他说 这个我们台湾的总统啊 其实也在台湾 不要说大学演讲 在一般的演讲也常常 被不同意见的民众抗议 甚至还丢 丢鞋子都有过 但是对 但是就说 你这个 你面对这种抗议的声音啊 他为什么那么激烈的反映出来呢 其实是让那个有权利的人 他应该就好好想一想 他是怎么样作为的 让这个抗议者 抗议者 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这种方式表达 其实 其实也是很辛苦啊 你要面对那么 面对那么多镜头 可能还有在场里面 这个 他的整个会议的程序 事实上是受到 就是也是受到破坏 所以你要很大的勇气 面对那个 那个现场这些压力 那 所以 如果不是说 那个有很坚强的一种 信念 还有勇气的话 其一般人不会去做这种 抛头漏远的事情 对 所以我就跟那个 我认识中国大陆的教授说 其实他在提醒你们 要去注意 或者透过这个方式 让全世界 包括中国大陆 去留意 去重视 去注意到 台湾 香港 维吾尔 西藏等等 现在受到中共压迫的 这些民族 这些人民 他们现在处境 所以 这种抗议行为 当然是破坏了 这个 演讲的 这个 他的这个进行 可是呢 这个 如果你有 对这个问题呢 有更多认识的话 应该去体谅 去理解 跟体谅 这些抗议者 他们这个行为 所以并不是去谴责 说他破坏了什么演讲 那个都是小事 更重要是 他们 这个行动 他所展现的 所要呈现的 那个意义 那一个大国 那么人家要在你面前来表达这个 那一个大国一种气度呢 就是 回去好好思考 去反省 到底 问你出在哪里 而且 我觉得那个 那个吴婷华 他讲了一句 他说 因为他在撒谎 你就说 谢峰在那边 讲了很多事情 是不是都是撒谎 都是谎言 所以他说我们不要给他舞台 不要让谎言有舞台 这个非常正确 他很勇敢 真的非常 你确实很勇敢 当然就是说 因为谢峰 因为谢峰不是一般的教授 他是中国政府的代表 所以他到那边 当然是讲一堆官话 对 官样文章 对啊 那当然了 那哈佛大学 这些学生也很聪明 他当然会去判断 当然就是说 邀请谢峰到大学里面进行交流 我觉得让哈佛的 这些优秀的这些老师 同学 可以和中国政府的代表 可以进行对话 其实这个也是 大学学术自由 他来展现 学术自由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面向 所以谢峰到大学里面被呛 他鼻子要摸一摸 这个大学本来就容许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表达意见 那是没有话说 但是他是在散布谎言 我觉得这个很不可取 我觉得哈佛大学也应该要检讨 你是不是一直让一些舞台 让一些你明知道他都会在说撒谎 大外宣撒谎的 然后不守国际秩序 你给他这么多舞台 我个人认为哈佛大学要检讨 这个因为哈佛大学 是一私立学校 我们知道习近平的女儿就是哈佛大学 这个中国政府 捐了很多钱 捐了很多钱给哈佛大学 所以这个哈佛大学 他也是 就是说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很多权贵 不是连哈佛都耶路 那外国权贵的子弟也是这样子 所以更需要像吴婷华这些人 戳破这些谎言 是 所以我们也很心疼 就是这个吴婷华 还有很多另外一个台湾女生 还有西藏学生 他们真的说很优秀 在那边为他们受苦受难的同胞 或者民主国家在那边发声 的确是很了不起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 我相信这个吴婷华 不只是说戳破中共的谎言 他同时把台湾这一段白色孔 就是这个228事变 威权时代的这一段历史 非常忠实的呈现出来 让世界也看一看 不要以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得来很容易 台湾也是走过威权的 所以希望中国大陆 也要像台湾一样 有这样子的勇敢去对抗这个专制政权 好 我们 我再附 对我再附带提一下 就是说 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 湿江南或等等上被密财 或者后来 被迫害的台湾 这些精英 他其实被指控就是他们是共产党 不是台独是共产党 而他们的确都带有 在当时都有浪漫的大中国的情怀 这个的确也不能否认 那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的后代 现在这么讨厌中国 讨厌中共 所以 反差这么大 反差这么大 这个反而是我们 就是这个 可能很多 包括中国大陆 或者是中共 政权 这个当局 就好好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 当时曾经一度 这个左倾的 这些台湾的这些精英 他们后代呢 现在是如此的反共 问题是 出在他们身上 他们认识错误呢 还是他们的政治立场改变 还是你中共呢 反正就不是 共产党变得太坏了 那个样子 是是是 对对对 引起大家反思 我觉得这也是一样 对对对 对 尤其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早就 那个 不仅丧失了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 慢慢 丧失了这个 共产党 共产主义的那种本质 那但是呢 你走向资本主义 但是又走到 到习近平的时候 他更是专制极权 那这个我们下一次 再好好再来谈这个话题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做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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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